大家好,我是小钟 很多网友叫我更新 喜游玩锅耳肠 今天 他来了 首先 去买一包 40块钱 4斤的冰冻耳肠 开水解冻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买新鲜呢 因为没有 大家听到了这个消息 小钟没有算错的话 现在坦木应该已经打满了 打咬了三个字 让他先解冻啊 黄豆芽一斤 去掉头尾 怕麻烦的可以忽略这一步 可以用那个酒王啊 韭菜发啊 这些代替 一斤豆芽就得这一点 哎呦,那个心痛啊 哎呦 这是两门鸡啊 才得一门鸡啊 这里只用到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留起来慢慢叹 下点这个使用减水 不然他怎么会脆呢 腌一下 最小的要腌15分钟 豆芽清洗干净后备用 准备一下 小碎料五件套 干葱 蒜 姜 清风辣椒 全部切粒 不辣的 15分钟后 再用水 重洗干净 目的是把减水味都去掉 冲个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鹅肠变好水后 改一下刀 取个空网 看鹅肠的多少去调味 每鸡酱油五克 蚝油三克 盐一克 白糖两克 胡椒粉 鸡麻油 一克老抽 香色 一点点广东米酒 适量的生粉水 搅拥 这个鸡是等一下炒 鹅肠用的 接下来开始鸡做 鱼锅烧水 下五克盐 下点油 水开下豆芽洗澡 按15秒钟左右 断绳捞出 泵干水分后 装盘垫底 然后下点广东米酒 下盒肠 按10秒钟捞出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去除 残留的减水味 锅烧夜用油滑锅 下鹅肠 煸干水分 炸点老抽香色 草云倒出备孕 锅起进 下油下料头爆香 下鹅肠 淋入广东米酒 翻炒几下 下刚才调好的鸡 翻炒均匀 最后下少许明油 开大火 翻炒 逼出锅去 即可出锅 撒下性感的风发 它可口爽脆 成本很贵 制作麻烦 浪费水费 看看就好 不要学费 我先试一下啊 大家听得到这个声音吗 非常的脆啊 吃一下这个豆芽啊 这道菜的成本有点小高啊 两斤鹅肠 才做得一份 搞定收工 你学费了吗 点关注不迷路 小钟带你向高速 不